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该名14岁被霸凌者在当天下午5点多向警方报案 经过了解 涉及霸凌的4名少年是受害者的同学 虽然受害者在报案时并未交代同学对他施暴的原因 但警方在接获报案后马上采取行动 并在昨天前往学校将4名少年带回警局盘问 并通知校方 布罗迪副警监也提醒民众 别对有关视频中欧处揣测留言 制造不必要的恐慌 更别转发视频以保护受害者 现在来关注全国新闻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多斯里安华宣布 现年18至20岁的青少年或高等学府全职学省 可从下星期一早上8点开始登记领取200令吉的爱心青年电子现金 他今天发文告说政府已在2023年财政预算案下 为爱心青年电子现金计划拨款4亿令吉 这将汇集200万名符合资格的青年 符合资格的大马及青少年可开始向三大电子钱包服务供应商 及Bus Settle和Touch & Go eWallet的其中一家注册 获得200令吉的一次性电子现金 这项计划开放给所有在2003年至2005年出生的青年 或在大马高等学府求学的全职学省 注册期限为6月26号至8月22号 全国副总警长丹斯里拉莎鲁丁被任命为第14任全国总警长 而新任全国副总警长则由原任全国刑事调查部 总监拿都斯里阿遇和补上空缺 内却部长拿都斯里塞福丁今天发文告表示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在听取首相拿都斯里安华以及警察委员会的建议后 任命拉莎鲁丁为第14任全国总警长 任期两年即从本月23号至2025年6月22号 同时阿多拉陛下也任命全国刑事调查部总监阿遇和 为新任全国副总警长 现年61岁的拉莎鲁丁出生于雪兰俄州农西 在1984年加入警队 而现年57岁的阿遇和补则出生在吉达州 割打市打 并于1993年加入警队政治部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会 我是李佩恩Sabrina 然后我是来自SMK St.Joseph 然后我拿了10个A 我是打算赌牙医 我很激动 我没有想要我可以拿学A 因为我其实本来是有想过要放弃华语 然后但是我过来还是坚持 然后到最后有A减 所以我还是很开心很感动 我打算可能有可能会去政府大学 升学或者我会打算是拿牙科 Dentistry 如果我申请不到政府的话 我就会去私人的其中一间组 我是黄巴逸来自苏生行中学 那次成功在大马教育文评 XP中考过9个A BAS和2个A 会有人曾经问我 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华文课 我只能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放弃华文课 因为我觉得 成为一个华人拿一个华文课 没有什么意外 这是必须的 然后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然后也要感谢学校老师对我的用心教导 他们把他们知道的支持全部无私地传授给我们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外婆也是给我很多支持 每天准备好吃的东西给我吃 在我考会考的时候也每天关心我读书累不累啊 每天考试的每天考的每天考的考卷的如何啊 对我对我对我十分关心 谢谢 哈喽我叫Floy 然后我是来自Rosty Dolby的学生 然后今年这个SPM呢 我就拿了这个十颗A 然后是有七个A加的 然后其实呢我是有拿十一颗啦 然后有一颗就是拿到B加去就是Moral 然后这个SPM呢就是一年时间给我准备两年的课 就是要自己赶着自己努力 然后其实我不是这间学校的学生 然后我就是被转学过来 因为我的MCO的时候就是成绩很长 然后就在这个一年呢我就努力着把我成绩上岗上去 然后就有了这个成绩就是很感谢我的老师 就跟着他们的教学方法 让我能够得到现在这个成绩 谢谢